我不心犯,你知道嗎? 我心犯,你知道嗎? 網友的邏輯很簡單 只要有兇酒給讚 於是呼這位不露臉的鋼琴王紅Penpiano 靠著長輩大放鬆的性感形象 掌握流量密碼 在YouTube上就有高达302万的订阅数 我已经很兴奋了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多网友讨论起Pan Piano 20日有乡名表示 Pan Piano最大困境就是他从来就不露脸 他一直保持神秘感 虽然满足全世界变态肥宅的幻想 但是也让他未来比较难接到公开上演的机会 他总不能每场表演都带着面具演出 又不是每只动漫角色都能戴面具 因此可以猜测他也是一个重视隐私的人吧 神通广大的PTT相名 21日深夜就发文表示 我觉得Pan Piano不露脸 只是因为长得很普吧 他早期网站个人介绍就有露脸了 老师讲过这么久了 我不知道为啥都没什么人贴过 只要把他的网站网址丢到Webbag Machine 直接往前拉到前面的年份 就能看到他当初放在网站上的照片了 最后还下了个人意见 真的没很丑 但也不是正妹就是了 关于PHS 词文一出也让不少网友留言超胜 就算很可以了 蛮清秀的 就算没PR99也有PR90加了吧 这种素颜照片配上这身材 我怎么好像更兴奋了 也有网友客观的分析 神秘感真的是他的卖点 如果露脸不管漂亮与否 那种Cosplay造成的效果绝对大打折扣 重点在枸杞人们好奇就像现在我们在讨论他 卖曖昧 让客人有跟我们谈的感觉 Pan Piano 的正联照在PTT班上掀起热烈讨论 但22日他的官方脸书 依旧上传了会员限定的影片讯息 在这一段时间里 他最后一样的教讯 我把他跟客人有关的 帮忙有关的 明天要注意 事实上 我会有关的 不过 如果我会有关的 我会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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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我会有关的 你会有关的 Pan Piano 也保持一貫神秘作風 為做出任何回應 娛樂東新聞報導